面对经济逆风 科技巨破Google 在全球裁员缩减人力 台湾也在去年7月起 减缓招募 近期搭上AI浪潮 宣布要大举真才 Google冲刺AI发展 希望把AI带到民众生活里 做更多应用 而台湾有发展AI的优势 加上相关人才充沛 决定在台湾开出数百个职缺 去年11月ChapGPP发布后 全球掀起AI热 汇图金面大厂回答 顶弹暴增 股价涨幅超过两倍 公司的市值甚至超越Tesla AI成为全球科技业的显学 就连金元代工的台积电 也跟进 把加速运算到入晶圆制成 号称比当前技术性能 提升四十倍 推电用来生产 二奈米以上先进晶片 不止如此 董事长刘德英跟发号施令 五月初就临先业界 采用挥达晶片AI伺服器 自行开发出对话机器人 T-Gini 大幅提升工作效益 并减少成本 来到电信业 台湾大哥大也早有布局 好好的善用AI 能够去减少同仁们 比如说重复性 做重复性的工作 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强项的事情上面 根据电眼机构预估 AI市场将以每年20%持续成长 2026年全球AI产值 将高达9000亿美元 台湾科技厂抢先卡位 不放过这庞大商机 删选中的方向太不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